請你跟我這樣貨 請你跟我這樣貨 老婆控訴婷 小孩的教養 到底誰對誰錯呢 當然都是老公的錯 怎麼會是我的錯 怎麼樣 我們兩個先吵起來 要回去跟亞蘭吵嗎 好啦 但是我跟你講 這樣子的情況 可能每天在很多的家庭上演 對 今天我們特地邀請到 三對的夫妻 這三對對於小孩的教養 聽說 不敢說拳腳相像 但是呢 拳相舌戰 但是家裡常常是鸚鵡弥漫 今天邀請由李智希夫妻 所帶領的三組夫妻來賓 一起來跟我們分享 夫妻教養問題 有多麼的不對談 另外呢 我們還邀請到小歐科醫師 黃松寧 兒童發展參加王洪哲 李智希管教小孩沒胃眼 老婆好兇狠 我數一二三 他們只聽得懂一二三 一 趕快吃飯 還在鬧 都還不動 還在那邊玩晃晃 二 二 連二你都還搞不清楚嗎 二 二 好久喔 沒有 好久喔 我沒有抓到力喔 就吃一口然後繼續玩 就打了之後搞了半 半個鐘頭一二三 就吃下去了 才怪 我根本就不用數一二三 我就拿棍子一扔 桌上 好 好來馬上看一下我們這個佩玲 到底要控訴自己什麼 要控訴什麼呢 控訴愛當好人 喔 有一次比較明顯的是 她有可能是我要求她功課的部分 然後她大概態度很不好 就是這樣寫著眼看我 那我一直在跟她講指責她 然後她就不聽嘛 那不聽之後我就 那天我是有點情緒啦 然後就把她抓下來 要把她出去 然後 在哪裡把她抓下來 在二 我們家是一樓二樓 那我就把她抓下來 從二樓抓下來 對對說 你那麼不滿意我 你那麼不滿意這個家 你就給我出去好了 然後後來她就 擋在那個門口 她就說 你不要這樣子嘛 你不要這樣子 然後我女兒本來是有點害怕 她是覺得說 我媽要把我認出 她有點緊張 對 結果當她爸出現的時候 靠山出現了 哎呦 又繼續這樣子啦 對 她就這樣 她就一步說 你看我爸來救我 那我是覺得說 你就算是不滿意 或是說你對我要求她的方式 有意見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在之後我們做討論 但是你不能當下 就感覺好像扯我後腿這樣 就破功啦 對 平常佩玲是對小孩比較兇 比較嚴格 比較嚴格 對 那妳就 就是好人 就整天就笑 然後跟就笑 就打好人啊 是這樣嗎 好人啊 基本上一定要做 但是呢 那個情緒嘛 剛才我不是說我挑她語病 就情緒這個兩字 情緒不是抓功啊 那抓功你覺得是怎麼樣 兩個人就是大發的一聽啊 對啊 那那個小孩這樣拉出來的時候 已經快變成這樣 橫的這樣飛出來 還有 這麼厲害啊 功夫這麼高強 他都誇張 他都誇張 那我的心裡面一直在想什麼 我一定要跟我的太太同一陣線 因為在教育小孩 對 但身體控制不了 身體就自然去擋門口 實在是 什麼 看不下去啦 可是她真的就是很 真的對小孩那個空間喔 我覺得小孩也拿不定她的標準 比方說像有一次小孩的那個咬都 就那個腳都被那個蚊子叮得 紅腫 都是包 抓得都流血破皮 連我們鄰居都說 那個爸爸把她咬 那個腳擦擦藥 因為小孩子這樣 尤其是女孩子 以後長大會有疤 然後她就想一想說 可是她那個藥很辣 所以呢 她不喜歡擦那個藥 那媽媽就說不行擦也不行啊 因為她會流疤 好啦她就把她帶進來擦藥 擦完之後 因為小孩就聽到她講說 爸爸知道我怕辣 我如果今天在家裡 她根本不敢在我面前講一個辣字 可是她一擦它去之後 她就 然後這鬼故事的考慮 小孩會演的我跟妳講 我就一直叫 叫到她爸最後 妳知道她怎麼講 怎麼講 好吧那妳去擠掉好了 就很沒原則喔 那妳幹嘛叫她擦呢 那妳不是自己拿石頭 她自己擦嗎 那個時候也是擦了藥之後 她也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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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為什麼喔 沒有 為什麼妳沒有堅持下去 她是從小基本上 只要碰到這些 就是都不擦藥 一擦就會覺得很辣 妳胡說 我幫她擦她就不會 她從來沒有這樣 這叫淫威啊 誰敢講話啊 妳是為了她好啊 欸我想請問一下這對夫妻喔 如果說當小孩子不守規矩的時候喔 以佩玲好了 佩玲妳會怎麼樣來伺候她 有家法嗎 有有有 當然有 因為像她有一次就是我們出去吃飯 那她已經就是小朋友嘛 就有時候會控制不了行為 可是我跟她講說 因為很吵的話會那個影響其他的人 她玩到實在是太大聲了 我也沒有當下制止她 我把她帶到廁所 我先警告她們 第一次 然後出來維持三分鐘 第二次 出來維持三分鐘 到第三次我已經火了 我就說妳再一次試試看 好 她們出來之後 一樣還是三分鐘 就玩 玩到瘋 那第三次比較誇張 她就把人家那個布景啊 就是那個裝潢推倒了 然後我就覺得丟臉趕快去 好尷尬喔 對 感覺就很尷尬 後來我就看看她們 就給她們一個眼神 你們回去就知道 完蛋了 然後回去之後啊 我就讓她們洗洗手之後 兩個人抓過來 褲子拉下來 一個人給五磅 給完而且重重的五磅 用手 不是小 愛的小手 愛的小手 對 打完之後呢 我就問她們 你知道為什麼我處罰你們 然後她們都很清楚 那我就跟她 我就跟她們講了 就跟她講說 以後出去 只要我給你一 你不聽 再給你二 你再不聽 再給到三的時候 你們就看著辦 所以以後 從那一次開始 只要出去 我還沒有比出一的時候 只是給她一個眼神 就安靜了 就馬上正經為座 對 她們馬上就非常的規矩 那那個時候 在愛的小手 窒息在旁邊嗎 又當好人了嗎 她之前 因為有過那一次衝突 所以我們有溝通過 因為那次 後來她就躲到廁所 她在二樓我就在一樓 她在一樓 她在一樓我就在二樓 她就躲到廁所 還好你們家大 怎麼辦 還有得躲 不然只有一層樓 你就去樓下找警衛伯伯聊天 所以又愛的小手打小孩 基本上像這種 就是說在餐廳來講 要我來 我的一個態度來講 我既然帶小孩 我不會去這樣的一個餐廳 我一定會 除非就是像兒童可以去的 像麥當勞這些地方 就適合小孩 所以你現在是怪佩玲帶出餐廳 沒有 還有就是說 你真的要去吃可以 你跟著她玩 她就不會那麼長 照顧就對了 對 那時候他們在玩的時候 你有幫忙照顧嗎 沒有 你也沒陪他們玩嗎 而且你知道那是什麼店嗎 那是她朋友 可是你知道在哪裡吃飯嗎 哪裡 火鍋店 多危險啊 火鍋店為不危險 跑來跑去 火鍋店請問是誰決定 要去那邊吃的 他 爸爸的聚會 什麼我 他的朋友 但是我朋友 因為在桃園 我連認識那個地方都不知道 那你為什麼會決定要去那裡呢 為什麼要帶小孩去呢 你朋友決定的 我朋友決定的 那按 平常這種情形 如果是她 很簡單 那我就看到孩子 我眼睛是不會 不會分散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是你的朋友的關係 必須跟他們 所以你必須跟朋友聊天 那我必須要跟她說話 所以佩玲就要負責 顧著小孩跟她玩 是這個意思 人家請我們全家吃飯也不少錢耶 那公關也要做下去啊 喔 對 爸爸也面子的問題嘛 對 有壓力啦 對不對 那請問那你 曾經對小孩子 就是說處罰好了 有有有有 最嚴重你是怎麼樣做 我基本上 一開始是這樣的 你應該沒笑嗎 小孩子也都不會怕了吧 我告訴你 不是講笑 有點弱耶 你是帶來笑意的 真的很弱 真的很弱 你知道她怎麼 你這樣子在嚇唬誰啊 我告訴你她呢 像 剛剛有幾個小寶寶 就是很小的小寶寶 剛剛學會走 她可能就是說 還不大會表達她的意見的 那樣子的大小 她通常呢 都是拿出她的拖鞋 拖下來 然後呢 很高的舉起來 然後 打在她旁邊 然後就會發出 別的聲音 基本上我是 我數一二三 他們只聽得懂一二三 一 趕快吃飯喔 還在鬧 都還不動喔 還在那邊玩 晃晃 二 二 連二你都還搞不清楚嗎 二 你看表演 你這拖好久喔 他沒有 他沒有 他沒有殺傷力喔 他就二天一二天 三的時候是醬的 三完了就醬的 完了之後 就打下去了 不要數到一百喔 真的就打下去了 打下去有見效嗎 當然有見效 有見效 對啊 就吃一口然後繼續玩 喔 就打了之後搞了半 半個鐘頭一二三 就注意吃下去了 才怪哪有啊 他就吃了拖拖拉拉 我根本就不用數一二三 我就 拿棍子一扔 桌上 然後他們 他們就 臉 朝著他的丸 就一直猛吃猛吃 吃到完 就是完全 媽媽其實在一般的扮演上面 教養小孩 她是比較能夠嚴格 有堅持的 對 那智希 為什麼對孩子 你會有這個原則反覆的情況 你在想什麼 你不覺得嗎 我不覺得 我們請另外兩對夫妻來告訴你 你是對的還錯的 這樣好不好 來 後面兩對夫妻 來舉牌一下好了 每一個人一張牌 你覺得你贊同誰是老公 還是老婆 來 請舉牌 好好笑喔 太誇張了 老婆贊同老婆 老公贊同老公 現在是你們男人都一個陣線就對了 可是如果我有牌的話 我也覺得我贊同老婆耶 真的嗎 妳也贊同老婆嗎 對啊 因為我覺得規矩一定要守的啊 所以現在我是最關鍵的一票 就對了 王老師 聽了這麼多 現在是3比3喔 你幫我們做個講評 就到底他們這對夫妻 這個狀況怎麼辦 佩玲先不要看過來 你會怕喔 好啦 從第一個故事來嘛 抓著要飛出去 那個動作 如果媽媽已經失控了 當然如果你覺得 我還好我還很理性的話 那就OK 這時候爸爸出來擋一下 但是爸爸做的地方 也有一個地方不對 當孩子躲到他的後面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表示他並沒有有心的認錯 這個時候 你這個白臉應該要轉過來跟他講說 你為什麼是這種態度呢 不可以對媽媽這樣 那你到我前面去 那另外一個 我們之前有講過啊 做不到的處罰不要用 那真的會弱掉 譬如說 重重的在旁邊拍一下拍兩下 拍五下以後孩子就不會怕你 不怕了 這根本就是因為你在幫他 對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做不到 不要去做 然後 這很重要 我們先講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 夫妻 夫妻是家庭最重要的基石 我們不要太過的重視在 孩子的教養上 我之前有提過一個心理學家 叫那個 Judy Harris 她講 爸爸媽媽對於孩子的教養的影響 沒有你們想像的那麼重要 沒有你們想像說 我今天如果對他講錯了 他如果犯了一個錯誤 我沒有糾正他 他這一輩子就會 整天拿吃人家的好處 整天就會做一個驕傲的人 不會的 你的孩子會在各式各樣的場合 去學習他未來對社會的應對 所以不會因為今天一件事情 就影響他一輩子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情放輕鬆 但是有一件事情 是一定會影響他一輩子 就是如果爸爸媽媽不開心 爸爸媽媽相處不好 夫妻感情不好 小孩是絕對會受到影響 這件事情是肯定的 所以你看到我現在有個 婚姻幸福感趨勢圖呢 這個一個婚姻通常走這個U型圖 就是說 爸爸夫妻結婚之後 先經過一個蜜月期 非常地快樂對不對 接下來小孩出生 就開始往下落了 真的 就開始這個 幸福感就開始跌落 結婚25年落到谷底 跌到谷底 智希你們結婚幾年了 跟你一樣 十年 我們同一年的嘛 對 所以我們現在在辦三坡 繼續在下坡 然後你看什麼時候開始谷底反彈呢 孩子離家的時候 夫妻倆又只好相依為命 何必呢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不要 這到底是喜劇還悲劇 打孩子離家 背喜交加 不要讓孩子 讓你們的婚姻變成這種U型圖 你們可以過更快樂的生活 第一件事情我們來講一下 夫妻為什麼教養會不同掉 從剛剛智希跟佩玲的這個例子 跟我們就完全符合我今天講這三點 第一個 與孩子相處的經驗不同 佩玲會說 她跟我在一起的時候 我叫她做這個塗什麼東西 她根本不覺得辣 智希覺得說沒有 她是一個很怕辣的小孩 每次只要塗一點那種什麼面素力辣 她就愛得半死 同一個小孩在不同的家長面前 會表現不同的反應 這是正常的 這是合理的 所以因為你們對這個孩子相處經驗的不同 你們就會覺得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OK 這就不同掉來了 第二個 看待問題的角度不同 媽媽覺得紀律很重要 一個小孩沒有紀律到學校就沒有紀律 到學校都沒有紀律 她就沒有辦法好好學習 到了社會上還是沒有紀律 將來就變成一個沒有用的人 不行 爸爸可能覺得說小孩嘛 開心就好 有個快樂的童年 她將來才會有個快樂的人生 何必要這麼嚴肅呢 問題的角度 你們看得不同 你們處理方式就會不同 第三個是 原生家庭的文化不同 有些家庭 我的父親是軍人 所以我們就是要軍事化的教育 我就是這樣長大 我覺得很好 另外一個爸爸說沒有啊 還好啊 我小時候也是敲二郎腿 吃飯都很大聲 我現在還是過得很好 我也沒有因為這樣的社會 有什麼樣對我有什麼不好的影響 不會啊 所以在這個原生家庭就差很多 所以有的時候 人家說這個夫妻要門當戶對 其實有一部分是在這個原因 因為你本身那個 這個家庭的結構 還有處理事情的態度不同 會影響到你們 所以當你看到另外一半 處理不滿意的時候 該怎麼做呢 第一件事情 我覺得剛剛洪哲講得很好 就是孩子飛出去 你要不要擋 你要確定孩子有沒有危險 她是頭吵架的飛來頭吵上去 對不對 不是 而且我相信佩玲當下 她可能真的只是在嚇孩子 但是你要嚇她 不過她不可能真的把她丟出去 對 但是如果孩子已經有危險 比如說媽媽拿起菜刀了 這時候你要躲 要擋了 這時候就沒什麼話講 人家說是報警了 對 就是這個很危險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要確定孩子沒有危險 在孩子沒有危險的狀況下 第二件事情 你不用 我們在孩子面前 最好是 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有什麼問題 我們關前門來在討論 但目前我們是一致的 那第三個就是 像智希剛剛講說 如果佩玲在處罰孩子的時候 她在一樓她就在二樓 二樓她就在二樓 我覺得這沒有什麼不對 因為你覺得不太妥 可是你又不能直接阻擋 你要站在旁邊忍氣吞聲嗎 然後一直發抖 對 這樣直接很痛苦 你就躲起來沒有關係 那就所限第四個 事後再來溝通 對 事後再來溝通 而且事後一定要溝通吧 當然要溝通 當然要溝通 絕對是這樣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要控訴 還有問題 對對對 我們來看一下佩玲控訴的是 破壞規矩 破壞什麼規矩 比如說剛好現在正在播一個 她想看的電視節目 她就很想把那個電影看完 然後她就 她女兒就會 爸爸 你趕快上來嘛 然後就一直撒嬌 然後她就後來她就會 啊好不好好不好 然後就把電視關掉 可是我知道她很想看 那幾次之後呢 因為小孩也大一點了 然後時間再拖 就過了那個睡覺時間 就太晚 怕她們睡眠時間不夠 那我就會跟她講說 你們上去自己睡 爸爸已經陪了你們一天 她也有想她想看的電視 我會先跟她們解釋 然後她們還是會 我要爸爸陪 因為她知道爐我沒有用 她就 爸爸陪 然後我就說 陪什麼陪 上去 姐姐陪妹妹 妹妹陪姐姐 這就是 你們互相陪 對 陪什麼陪 爸爸換陪我 然後我就叫他們上去 然後她有一次喔 她就會說 沒關係啊 沒關係我去我去我去 然後她就把電視關掉 我就說 你給我站住 回來坐好 你們兩個有上去 你叫爸爸 對你給我站住 爸爸回來我站住 然後呢 然後後來她也就回來啦 然後他們就知道說 她爐她爸也沒用 沒有用 然後他們兩個上去 沒有五分鐘就睡著了 因為大家都怕她 包括你在內 沒有 基本上 因為 不是 她在幫你 她在幫你建立規矩 對啊 你知道 因為她像對小孩子的那個功課 她就不是太要求 可是因為我很長的時間 一直在執行這個事情 所以我 因為我跟她講 因為剛才講她真的很 很不配合我 而且她會覺得 我也找她麻煩 功課是吧 對 她會 她覺得我找她麻煩 來來來來來 這個有弄一個什麼日程表對不對 日程表 對 來來看一下 這是你設計的啊 誰設計的 這個是後來 這個是後來 我們排來排去 到目前的狀況 現在目前為止 兩個人討論過 非常完美的一種 非常完美 對 對 真的嗎 禮拜一 從中午開始 因為這早上上課嘛 對不對 是不是 對 好 放學回家吃午飯睡午覺 因為她是國小 所以到中午就放學 然後再補英文 兩點補英文 游泳 晚上自由活動了 對不對 沒有吃飯寫功課上場說 我問你游泳到七點回來 七點半吃飯 吃飯 吃到七點半 吃到七點半 吃完 七點半準時寫功課 寫到九點 寫到九點 那時候就是才開學 那我就不讓她游泳了 因為暑假的時候是在游泳 所以你是用能不能游泳來處罰她 對 那那個時候呢 那我的太太每天陪她三四個鐘頭 最長的時候陪到十個鐘頭 在做功課 如果一個小孩子兩個人 不要說小孩 連大人都累了 對啊 那今天來講的話 她看到我帶的這個二女兒 帶的妹妹去游泳的時候 她就哭了 我說你哭沒有用 因為你那個吃飯一個多鐘頭 然後你做一個功課 用那麼久的時間 你到九點都做不完 你沒有辦法 怎麼可能 可能再給你游泳 我說你必須要去爭取 交換 對 那她說我真的很喜歡游泳 我說你既然真的很喜歡游泳 你今天你可不可以爭取去看你自己了 所以她游完之後 一回來二十分鐘吃完 吃完之後上樓寫功課 我把它放一個鬧鐘 七點半開始到九點 我說你有一個半鐘頭的時間足夠 給你時間 結果後來她拿的鬧鐘給我 她說爸爸 這個鬧鐘我把它關掉 因為還沒有到九點 我已經寫完了 我說好 今天你這樣子 表示你明天還可以去游泳 嗯 不見得你明天就你慢了 你還是不能游泳 至於其實在對於小孩子上面 我感覺你是 投其所好的方式 去讓她遵守 我是誘導她 好 我是誘導她 有一個方法啦還是 那佩玲的話 是比較用一個比較有規律的 要 嚴格的紀律 嚴格的紀律 但她很清楚就是說 什麼是可以跟不可以 嗯 對 但是就是說你運動來講的話 你運動了 第一個 你靠體能 第二個 你腦子也在動 你的生長激素各方面 你都活化了 那對你的 你有體力了 你有精神了 你反而你寫功會更好 所以事實上 讓這個案例我成功 對這個 整個部分啊 我自己很有自信的說成功了 對 因為現在我這個 她才二年級 現在游一千公尺 每天游一千公尺 我看得出來你臉龐的驕傲 不過她這一點倒是真的 這一點 這一點我努力了一年多 佩玲其實跟很多媽媽是一樣的 就是我希望我的教導 我們的教育是能夠立竿見影一點 對不對 但是爸爸似乎就覺得說 不需要那麼急躁 對 我們可以有時間慢慢的誘導 健康快樂就好了 健康快樂 另外兩對夫妻 你們覺得呢 你們贊同誰對 來 請舉牌 喔喔喔喔喔 這次不一樣喔 耶耶耶耶 媽跑票 有沒有 認同志希 來 你說一下原因 為什麼呢 我的想法跟志希哥是一樣的 就是我希望小朋友是快樂健康成長 不要給他太大的壓力 夫妻兩個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教育方式 對孩子反而是好事情 如果你夫妻都是暴力 都是專制的 小孩就只接受到一套 如果夫妻都是縱容寵愛 你小孩就只接受到另外一套 這跟我們人類的基因是一樣的 我們拿到兩個不同的基因 然後取其中比較好的部分 就像孩子如果說 能夠從不同的父母親 不同的態度 而得到一個好的教養 我覺得這是 很有祝福的事情 但是就是千萬不要 破壞夫妻的感情 因為這樣他們就會 只會拿到你們壞的部分 那這樣就不好了 嗯 是 黃老師 要補充嗎 那個游泳活動真是拍得太好了 OK 唉唷 唉 直接誇獎你喔 受到專家的肯定喔 很多 很多活動量 比較過高的孩子 很 有些家長直接的想法就是 你那麼好動 你不要動 你就不要動了 你來給我做靜態的活動 或是什麼 所以頭七所好這件事情 在兒童發展上面來講 有他一定的比例 跟一定的比重 有人用游泳 有人用直拍輪 有人用籃球 有人用其他的運動等等 嗯 在那邊有差一個這樣的運動的話 後面吃飯寫功課 還有上床那些的表現 才會這麼的工整 喔 對 所以他游泳也不能放太早 放得太晚也都不對 對 沒錯 就是剛好在下課時間 或者是課後活動的那一個時間 所以有些家長直接在臨床上面跟我們講說 孩子功課寫不完 或者是孩子在家裡面的表現 跟在學校的表現差很多 亂七八糟 那我們就會跟他講說 是不是在家裡面定的那個規則 跟在學校裡面是不太一樣 太嚴格了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給他一些活動 來當作他頭期所耗的這樣的活動 那是很重要的 所以孩子需要教規矩 孩子也需要有時候放鬆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處理另外一對夫妻 唯妮媽 唯妮爸 唯妮爸 嚴格媽咪唯妮媽 教養態度小孩 嚴謹在家總是扮黑臉 頑童爸比唯妮爸 放熱小孩玩耍 愛當聖誕老公公 來 我們先看一下 妳控訴的是什麼 好 出去玩比上學還重要 這個 唯妮媽要來說一下 這如果發生在幼稚園 我覺得OK 請個假嘛 打個電話 我們已經上小一了耶 不能輸在 就起跑點 我們怎麼能夠缺一堂課 一節課 一天 一堂一節都不行 不行 而且我跟他講 我絕對嚴謹遲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7點50是遲到 我就覺得 我很不希望他的聯絡簿上 蓋一個遲到帳 所以寧願早一點起床 那爸爸有一次就講說 我們生活好無聊 不然我們起個假 帶孩子出去散散步啊 然後去 踏踏親啊 踏踏親 然後我就說 不行啊 現在已經是上小一了 那如果班上同學都上 比方第一堂課 第一 國語一 然後他缺的那一堂 變國語二 那他國語一在講什麼 他都不懂耶 而且現在才在學 萬一他不會拼音怎麼辦 而且下個禮拜 就有注音符號的考試 萬一他缺考怎麼辦 就想很多 對 然後 那爸爸呢 來 瑋利爸 其實我是覺得 因為上國中之後 他可能小朋友也不會想跟你出去玩 那難得在比較不重要的課 我們請個一天假 去外面度個假 這樣也不錯啊 我就不相信他禮拜五那天 他以後長大 他會記得他禮拜五他上了什麼課 可是我相信他會記得說 我們帶他去哪裡玩草 他有騎到馬 摸到羊 有味到魚 像這種 所以你要的是 親子中間的那個感覺 親密的互動 對不對 只是為了這句玩 然後不上課 這很嚴重耶 各位 很嚴重 所以到現在還沒有 你現在是在說服他們投你票嗎 這是真的 這個問題我跟雅蘭也上演過 真的齁 真的也上演過 所以如果你舉牌的話 要舉什麼呢 一起來做民調好了 我先不說好不好 來 另外兩對夫妻來 你們認同誰 贊同誰 請舉牌 又是國 一邊一國啊 志馨 你現在是在 你現在回報他嗎 回報 剛剛他也投你一票 我贊同 基本上你說去看馬去什麼 也像是一個上課 對啊 也能夠學習啊 他有可能他這一年只有這麼一次 可是我比較關心的是說 他如果 你讓他有一個感覺就是說 因為一年級很簡單 所以我可以長請假 那不行 想去就去不去 對 想去就去 你讓他覺得那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你讓他成為一個常態之後 他就覺得 一年級這很簡單啊 沒什麼啊 你讓我公共可以補回來啊 這一點來不去吧 我比較重視的是這個 通常會帶他去 一定是他這兩天表現得特別好 老師已經把他就是 有給他那個五顆紅心 你說恰恰 對 那也是跟志祺哥一樣 就是一年可能一次 頂多兩次 所以你那你會不會擔心說 因為這樣的獎勵 日後造成孩子好像就習慣性的認為 我只要表現得好吧 那今天就請假 我們再去玩吧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反過來講 這個是一個快樂的 那當然我不是說那個 因為現在流行性感冒很嚴重 那萬一這小孩得了腸病毒的時候 他不是也要在家不能去腸病 那這樣的話他這個課程怎麼辦 還是可以補啊 你把生病跟玩樂畫上等候 不是 不是 我畫上等候是 那天他沒有去學校 可是 腸病毒師 大家都沒去啊 而且生病是不可抗拒的 那玩是你可以決定的 不是 生病那個全班預期不可 對啊 不一定 不一定啊 有可能就是我的小孩他真的很發燒 他沒辦法上課 可是其他還在研究 那這樣的話 你這個課程你怎麼去補 你就是把它 你就是拉高再看整個狀態 因為你要想到一個小孩 他要念二十幾年啊 很辛苦啊 不差那一天就對了 是不是 對啊 差那一天啊 好 來 黃醫師 跟大家講一下教養方式的溝通的技巧 第一個我們眼光要放遠 就是說不要為了一時的一個問題 而把它無限延伸到他一輩子的一個狀況 有的時候你必須要看長遠來講說 這件事情發生 對他長遠來講 會不會有影響 而兩個人來這樣溝通 不過這樣子還是會有問題對不對 因為剛剛夫妻兩個人都是為了長遠來打算嘛 對 有一個就是說長遠來他只會記得我們今天這個出遊 出去玩的這個狀況 那有時候長遠以來他只會記得 我每次上課我只要想請假我就可以請假 對不對 所以第二個呢就是 我們可以大家一起家庭聚會 然後聽聽不同的聲音 也聽聽小孩的聲音 不要幫媽媽自己討論啊 聽聽孩子 他如果說這個上課快不快樂啊 或者是出去玩他記得什麼啊 也許他跟你出去玩 但是他其實什麼都不記得對不對 那你就覺得說 哎呦我本來希望達到快樂好像本來沒有 比如說他跟你出去玩就很痛苦 跟你說不好玩 那你就覺得那我本來是想要他開心的過一天 結果反而沒有 那這樣的話你們也許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做的決定就有點改變了對不對 第三個是如果兩個人意見還是不合 那沒有關係 你可以找第三個人溝通一下 就害別的夫妻也吵架 第三者的意見 對 就不要來問李智希他們嘛 問別的夫妻嘛 爸爸就說要找男性的友人 媽媽就要找女性的友人 結果都吵架了 完蛋了 不過其實第三者是對的啦 他跳出一下那個方法 跳過一下 讓大家別人眼光看一下這個狀況是什麼 可以也許有一些比較中肯的意見 然後再去 訂立一個新的教養的目標 我們也有家長啊 就是也來問我們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遇到什麼狀況呢 國內有那個很難得的一個展覽 但他只有在周間 那你要不要帶孩子去 那他來問我 我說帶去 可是你帶去的時候 你要先跟孩子做好教育 為什麼爸爸今天 讓你請這一堂課 然後到那裡去玩 這個玩中間有什麼什麼什麼 學習意義等等 這個東西都要講清楚 那這樣子的話 做好教育的話 而且也要再 接下來要做第二點 以後呢 你不可以自己提出這樣子的要求 對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 會建立很好很好的規矩 然後又讓他有一些生活教育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看家長跟 就是兩個夫妻之間 他要怎麼樣去做一個媒合 是很重要的 而且孩子的氣質不同 爸媽的處理方式也應該不同 其實 小朋友的氣質是這樣子 如果有一些堅持度很高的 他還不一定 你要帶他出去 他會跟你出去 有些小孩會跟你講說 我不要 我不要今天是要念書的 或者說 那個就是彈性比較低的孩子 堅持度比較高的孩子 這種孩子 我會建議 爸爸媽媽常常 出其不意的 給他一個機會教育 給他一個生活教育 那另外一種氣質的孩子就是 他比較隨性 生活比較凌亂 比較沒有規矩的 那我就不建議 用這樣的做法 對 所以不同的孩子 有不同的教養 接下來下一對夫妻 好 想太多的柏君爸 從北迪還沒出生時 就規劃到高中的事 也導致柏君媽相當受不了 柏君媽 來 柏君媽 來 柏君媽控訴的是 捨盡求遠 這又是什麼問題 捨盡求遠 什麼意思 來 柏君媽 其實我們的小朋友 才九個月大 還很小 對 可是爸爸他就想很多 其實他 想到多遠 他在肚子裡面之後 他就開始規劃了 他就在那邊幻想說 要讓他念什麼學校 念什麼學校 我說 你現在想這個 會不會太多了 對 然後他甚至就是 在他五個多月大的時候 就拉著我到處去看學校 去參觀 看幼稚園 五個月 對 有點誇張 然後他很認真 他還上網去做功課 然後很多什麼學校的比較 很多資料他找好給我看 很用心啊 對 是沒錯 可是 就是覺得也太早了吧 因為小孩子 還在肚子裡面 他就開始規劃了 所以他那個時候 譬如說五個月大 他還沒有想到說 那孩子 在那個時候 萬一他 他的奶粉喝得對付 不是想這些 他沒有去想現在發認識 他想到是未來 那念書我要念哪裡呢 是 他不會想現在 現在連國小念哪 都想到 對 現在九個月大 他想到哪裡了 因為他那個學校 他是一貫教育 就是從幼稚園 國小 國中 高中 他都想好了 柏君爸 來 你說一下 你現在心中的藍圖是哪裡 其實你已經有所決定了 是在龍壇 龍壇 龍壇 跑到龍壇去念書 對 可是那這樣怎麼辦 小孩上學要搬家嗎 可能要搬家 蛤 可是那才九個月 之前房子也看了 房子都看了 對 聽起來柏君爸好像非常理性 很有規劃 很有想法 對 是的 聽起來是 聽起來是很美好 好像你有一點意見喔 平常因為 我都跟小孩綁在一起嘛 我跟他相處一整天 都是我在待他 我親戴 然後很多事情呢 其實他根本都不知道 就像你現在問他 寶寶姨奶現在喝多少 他一定不知道 他回答不出來 喝多少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對啊 然後去想那種很長遠的事情 對 然後其實他是一個很沒有耐心的人 他沒有耐心 他超級沒耐心 舉個例 譬如說 上班回到家下班 他就好像長跟在沙發一樣 不會懂 植物人 就黏在沙發 植物人是不好的 植物人有點難 就是沙發人 沙發人 對 看電視 看請你跟我這樣過 然後 看我的節目OK啊 然後上網 然後 他不會幫忙 就是小孩的一些事情 都是我一個人 但是我總要去洗澡吧 對 我總要去做一些家事 那時候可以分攤了吧 可以 但是他會碎碎念 會碎念 而且他對小孩碎碎念 他會跟他說 柏君啊 你 不要吵 爸爸上班一整天很累 我都沒有休息到 我就回頭 我看他說請問我一整天 我也沒有休息到 我洗個澡 10分鐘 了不起20分鐘 你看他一下下 也不行嗎 對 他就是這樣子 超級沒有耐心的 然後卻想那麼遠 對啊 你看起來好像是一個 非常nice的爸爸 對 為什麼呢 你對孩子的耐性 因為我脾氣也不是很好 平良心講 對 可是你不會覺得 眼前的事比較重要嗎 想到國小了 所以說國小 是因為現在之前 就是他懷孕的過程 然後看到很多霸凌的細節 對 所以會擔心 對 那其實擔心 道龍潭不會霸凌嗎 沒有 我擔心的不是那個 擔心的是 就是哪一天小朋友長大 他是 他去 你是太 對 所以要把他叫遠一點 所以要把他叫遠一點 現在你的孩子才9個月 你已經想到未來他打人家 沒有 因為 想到看到他 我想到以前我自己 對 那我重點也不是怕他去打小朋友 我是怕說 如果是小朋友的家長 到學校 我覺得我們兩個 是我們兩個打小 那個時候 如果您小孩去打別人 你可以來請教智希 對 因為他的五歲 所以五年之後再想到問題 哈哈 他這樣子的一個症狀 你們有曾經去請教過別人意見 或專家什麼之類的嗎 其實因為 我是新手媽媽嘛 然後其實懷孕的時候 我就 我就會開始看一些書 然後也會去請教我的一些女生朋友 已經當媽媽的 就是取經啦 聽他們的經驗 他有開我們的節目嗎 對 對 對 然後他是一個非常主觀的人 他覺得 你去聽那些幹什麼 他們講一定是對的嗎 他們說一定是好的嗎 像我那時候就會去問我朋友說 你們有沒有建議什麼 牌子的奶粉 或者是什麼牌子的尿布 比較好用 我們可以參考看看嗎 我說是參考 我沒有說一定就是 依循他講那個牌子 就是哪個牌子 他就會很生氣 他說為什麼 我一定要那個牌子嗎 我偏偏要用這個牌子 怎麼樣 我也反對我反逆 對 對 賭氣囉 對 就是常常會 為了這種事情吵架 我說你 我只是問一下別人的意見 你有必要這麼生氣嗎 對 就是這樣子 聽不進去 他聽不進去 那他針對這個龍潭 他現在設定了龍潭的學校 要搬去那邊 也是為了賭氣嗎 他有問過你的意見嗎 有啦 但是我也有跟他講 我的想法 我是覺得 目前是不必要這樣做 那他聽得進去嗎 他耳朵只能緊 都沒聽到 柏君爸 如果柏君媽說 不要 不去龍潭 你能接受嗎 那他必須要給我一個 非常好的理由 就是 那你覺得哪裡比較好 其實柏君爸 因為剛剛有講到 他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對啊 三所學校做比較對不對 對 我們來看一下 你有分析對不對 帶一個板子來 來來來來 很專業喔 但是送電能說服我們也不一定啊 對不對 你能說服我是不是 其實很多耶 洋洋沙沙 說不定我搬去當你的一區呢 龍潭 之前是有看的主要三個區域的學校 一個是外橋學校 對 那一個就是新店的學校 那一個是龍潭的學校 對 都是好學校 因為他們對學生的要求會比較高 因為是物理比較高 OK 好 交通時間他都寫了 對 上班交通時間 對 上學的交通 他要去多久才會到學校 居住的品質 對 房價 買或租 教學的方式 對 轉學的問題 你已經想到你也不下去轉 對 因為必須要顧慮到說哪一天 如果剛好工作換的 還是說會到其他縣市去 他能不能銜接的 那你可不可以 好不好銜接就對了 對啊 不是 那你就算遇到問題 房子都買了啊 而且房子最少要千萬啊 那怎麼辦 現在其實還在想這個問題 還沒有想完 對 其實比較喜歡龍潭的學校 可是他現在麻煩的一點就是 他的國中 高中在苗栗 這班到苗栗 對 我又開始想了 結果最後國中高中 學了一口好的 入學的方式 學費的負擔 很仔細耶 對 但是這樣子想得太遠了吧 對 我們其他兩對夫妻來 你們贊同誰 請舉牌 來 太誇張了 一面倒 全部贊成博君嗎 這要解釋一下 來來自欺來 今天不管你做什麼事 我覺得是應該要量力而為 而且兩歲送出去 太早了 太早了 對 因為沒有親情了 那事實上我到目前為止 九個月應該差不多喝150到180的奶 差不多 那基本上每一個孩子我都去餵奶 去換尿部 甚至於一直到現在 就是說我無時無刻的 我是跟他們度過這個親子的一個關係 為什麼很簡單 再大一點交男朋友女朋友 他也不要你 沒有幾年的時間 像我現在我孩子游泳啊 他才滿七歲兩個月 他現在有一千公尺啊 每天 有 我們在講 我知道這是你最驕傲的事情 我們知道 已經重複三遍了 我們明天會去做一個獎牌給你 你知道嗎 我們都在新聞去採訪你 會 黑與白 對 不要黑與白 不要黑與白 以前我也曾經想過說 孩子到底要讓他念哪裡 這個問題 而且困擾我很久 然後我們想說 你有做表嗎 我沒讓你這麼用口 我說要讓他去新加坡嗎 要讓他去加拿大嗎 要讓他去哪裡嗎 就想很多 我想的就是全世界很多地方 你真的賺得蠻多的喔 加拿大 新加坡 沒有啦 我們頂多想想龍潭 什麼外喬學校 不要這樣 想而已啦 對對 然後後來呢 有人就點醒我了一句話 他說不應該是你們去配合小孩 父母在哪裡 小孩在哪裡 什麼就會對了 對 柏君爸 因為剛剛呢 有說到你不太能 聽進專家的話 但是 現在全部都是投你老婆 一面倒耶怎麼辦 所以你來決定 接下來你要聽誰的 來 柏君爸 蛤 王老師 還是 老師 老師 對 王老師 他會指定你 這是光榮的喔 講不好就該走了是不是 哈哈哈 我覺得這 搞不好有一些 補償心態喔 柏君爸爸的小學 國中高中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 不是非常非常的滿意 OK 喔 真的啊 會追錯大家小時候啊 對 這一類的爸媽 他更容易 我就來規劃 我想很遠 我拉很遠 這是從小到大自己的教育 自己覺得沒有滿足 所以我想要幫我的下一代 去安排一個我夢想中的一個教育方式 對 那這個東西 有一個東西要教育大家 就是想很多 其實可以想更多 因為研究告訴我們 從小教育 早期教育 跟家庭教育 才是影響這個孩子終身的關鍵 對 那所以 一兩歲 兩三歲 我們都認為他還在 長大 還沒有到什麼小學啊 國中高中啊 可是根據研究啊 這個一兩歲兩三歲 才是最重要的人格發展的 一個奠基的一個時間 所以我們建議 在三歲前的幼兒啊 爸爸媽媽還是要更有耐心的去 更有耐心的去跟他們 更有耐心的去跟他們 更有耐心的跟他們去遊戲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並沒有說這個後面的規劃 或者是什麼不好 或者是什麼 但是你要想想看 你現在的做法 會不會讓你的孩子 跟你更親 以後才能接受你的安排 還是 你的做法是 讓你的孩子 沒有讓你那麼 close 對 那你以後 要交到去哪裡 那就會常常叛逆啊 或者是什麼 這些東西就會跑出啊 對 所以從小教育 是我們一直要提醒大家 做的一件事情 其實那個從小教育 就是親子中間的觀念灌輸 遠比你去選擇哪一所學校 幼稚園來得重要 對 反正現在要對孩子多一點耐心 對一點耐心 比較重要 陪伴喔對不對 黃醫師 其實柏君爸有一點是對的 不希望專家講什麼 不見得都要信 所以你說現在你講他都不要信 從現在看著我講的話都不用信 不是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 很多教養的書 很多教養的節目 很多教養的東西 你可以看 你可以吸取 但是你不見得每個都要信 全部照單缺收 因為不見得每一個建議都適合你的孩子 沒錯 但是剛剛這個洪哲就講了一件事情 就是 所以最好的學習是從哪裡呢 從你自己的孩子身上 你的孩子會告訴你 他最適合的學習方式 你的孩子會告訴你 他最適合的教養方式 要怎麼樣去跟孩子學習 你就要花時間跟他在一起 所以我想這個是 胡瑩剛剛洪哲講的 你必須花時間陪著你的孩子 沒錯 還有我們剛剛一直在講夫妻溝通 有的時候夫妻溝通之間 會淪於一種 這個 就反而越溝通越吵架 因為太太可能說 我今天碰到孩子 她就這樣子對我不禮貌啊 所以我就怎樣 這時候丈夫就打斷 唉唷 這種狀況 你就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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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啦 可是太太想說 我還沒講完耶 其實大部分的太太 她可能照顧孩子 或是有的時候 先生照顧孩子之後 她只是想要講一下自己 吐個口水 告訴你說 我今天很累 我今天被孩子煩了 然後她其實也不見得要聽你說 我說我該怎麼做 有時候你講她反而生氣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說夫妻在溝通的時候 你就聽講完 聽對方講完之後呢 就給她一直鼓勵的話 老婆辛苦了 或老公你辛苦了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剛剛黃醫師有說到了 從自己孩子身上學習最好對不對 今天我們三對夫妻是來分享 這些他們的真實案例 好像沒有搭起來 我剛剛好擔心喔 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可能很多的父母 在看我們這個節目的時候 也會想 唉唷 我真的跟我好像 但是永遠不要忘記了 就像我跟亞蘭 每次一吵架 我就會彼此提醒 孩子是因為我們相愛 而育育出來的生命 對啊 但是不要因為教養孩子 而傷害了我們中間的愛情 對 這一定要記住 你想到家庭的和諧就不好 要越溝通感情越好 對不對 好 謝謝所有來賓 謝謝 好 下一層時間去鎖地 請你跟我這樣過 拜拜 謝謝